经营的武侠世界中有不少武学传承都非常久远 比如少林寺历来都有七少二绝技 武当也有开极拳剑等等 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金融书五部小说中 那些传承时间最久的是三文武学 传承时间的计算呢仅以金融小说为主 其中有三文武功传承了千年以上 另外没有任何时间参照的武学部牌 比如这龙八部中大理无量山的秘籍 不老长春宫 原文称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 向奥派灵旧宫实际上的武学 也可以有数百年历史等等 第十三名圣火令神宫 传承时间约为两百六十年左右 以天宗称圣火令上面的武功 是由山中老人霍山所创 基于霍山的活动时间 猜测其创工的时间为公元一一零零年左右 而以天结尾的时间约为一三六零年左右 所以圣火令神宫的传承时间 大概为两百六十年左右 另外秦婚大挪仪的创作者 偶知不过猜测也可能是在这一时期 第十二名葵花宝典 传承时间约为三百多年 葵花宝典是向奥江湖中的无上绝学 前者为前朝太监 原文称宝典中所在的武功今生之极 三百多年来始终无一人能够巨复猎成 原文明确它存在了三百多年 第十一名九阴真经 传承时间三百年以上 九阴真经是射雕三部曲中非常重要的武学 主角中郭敬杨过都因此密集受益良多 根据小说介绍 九阴真经的创作者是武林奇人黄商 经推算他大概创出九阴真经的时间约为 公元1160年左右 而九阴真经最后一次出场 是在倚天 黄山女子和周芷若手中 参考倚天图文记结尾时 约为公元1360年左右 可以得出九阴真经的传承时间 起码有三百年以上 另外结尾前的周芷若和黄山女子都很年轻 理论上还有延长九阴真经传承可门 盘点金武侠世界当中 传承时间最为久远的是三门神功 其中有三门武功传承了千年以上 第十名武当太极拳剑 传承时间约为410年左右 因为后续武当无论是拳脚功夫 还是剑术都离不开太极理念 故而将这两门武功并列 一天中张三峰创太极拳计的时间约为公元1360年 《非狐白传》中武当派掌门人陆飞青 曾在天下掌门人大会上有过出手 《非狐白传》结尾时约为公元1770年 故此推算出武当全建的传承时间约为410年 第九名 无上瑜伽历程 传承时间约为460年左右 神雕侠侣中金伦曾对郭湘介绍了金刚中一门的传承 他以莲华生大使为主事业 并说出了门派的武随传承 其中修炼到最后就是无上瑜伽历程 参考莲华生大使的活动时间 猜测其创工的时间约为公元800年 而石雕结尾约为1260年左右 可以得出无上瑜伽历程传承起码有460年以上 第八名 祥龙十八掌 传承时间约为500年左右 该邦是唐末公元877年创立 一天中石火龙市旧入全书中最后一个使用祥龙十八掌的人 参考一天结尾约为公元1360年 故而得出祥龙十八掌的传承大概有500年左右 另外 盖邦打狗办法传承时间与祥龙十八掌差不多 第七名 独孤九届 传承时间约为550年左右 根据独孤的姓氏并且于何硕群雄争锋的经历 猜测独孤九届应该是唐末之五掌杞的人物 这里许一个平均值 设定独孤九届在公元950年左右创出了独孤九届 独孤九届最后一位传承者是令侯春 而向江湖结尾时的背景约为1500年左右 故而得出550年左右的传承时间 第六名 益阳举 传承时间约为460到610年 益阳指的创始人在小说中并未说明 但是看得出来益阳指的传承时间比六脉神剑至高不低 关于益阳指的创始人 大概就在段思平与段简位之间 其中呢 如果是段思平所创 大约为公元900年左右 如果是段简位呢 猜到其创工时间约为公元750年左右 一天中 猪母联欢庄庄主 猪畅林和武力 是金融江湖中最后一个使用益阳指的人 而一天背景大约为公元1360年 因此得出益阳指的传承时间约为460年到610年左右 盘典金武武侠世界中传承时间最为久远的是三门神宫 其中有三门武功传承了千年以上 第五名 秦蒙宫 传承时间约为600年以上 以此为少林绝技 首次出场是乔峰战信子林事件中始初 此时约为公元1090年左右 鹿顶纪中少林高僧与九难交手时曾使用过 而鹿顶纪的背景时间约为公元1670年左右 参考乔峰并非秦龙宫的创始者 因此呢 秦龙宫的传承时间起码在600年以上 有近千年的可能 第四名 太玄金 传承时间760年左右 因为太玄金的武功太过于悬傲 同时又有李白侠克行的出现 所以将太玄金定义为长朝武功 并且要在李白之后 姑且将太玄金的作者 定在公元800年左右创出此功 而侠克行最后一次和赖巴州 推测为公元1563年 因此呢 可以算出太玄金的传承时间约为760年左右 第三名 一纸禅 传承时间千年以上 根据鹿顶纪中成贯的介绍 一纸禅这门武功修量的最快值 是古代后继年间的法会传师 后继约为公元940年左右 而鹿顶纪的背景 约为公元1670年左右 因此呢 只可以得出了一纸禅的传承时间 最起码为700年以上 因为陈冠春自己修炼一纸禅的速度 是千年老三 故而一纸禅的传承时间恐怕有千年 第二名 一金经 传承时间约为1100多年 《笑傲江湖》中当众称 一金经是达国老祖 练币9年后所创 历史上 大漠老祖练币9年的时间为 公元536年 鹿顶纪中 陈冠在向李小宝介绍武功 时问 李小宝的一金经 练到第几层 可见一金经在鹿顶纪中仍存在 鹿顶纪的结尾 大约是公元1670年左右 由此可以推出 一金经的传承时间 已有1100多年 第一名 月女界 传承时间约为1740年以上 根据历史推断 西师被送入古王宫史 公元前483年 而月女界 在经过无数次传承后 金武侠中 韩晓银 郭靖 大小武 郭福 甚至郭湘 都有学过 神雕侠的结局 许业为公元1260年左右 可见 月女界在金银江湖中 最起码传承了1740年以上 是已知 整个金武侠世界中 传承时间最久的武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